12月4号,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。 习近平指出,今年2月底,总统先生成功来华进行国事访问,我们就推动中白关系高水平发展,达成重要共识。 一年来,两国政治互信更加巩固,国际协作更加紧密。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白关系,坚定支持白俄罗斯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,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白俄罗斯内政。 中方愿同白方继续加强战略协作,坚定相互支持,推进务实合作,持续深化中白关系。 习近平强调,十年前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,现在已有150多个国家参与合作。 不久前,我提出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,欢迎白方继续积极参与,从中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。 双方要实施好中白工业园等项目,推动中白工业合作取得更多成果。 双方要提高跨境运输便利化水平,促进经贸和人员往来。 定期互办文化日活动,扩大教育、卫生、体育、旅游合作。 支持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合作,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。 中白双方是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力量。 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在联合国、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协调和配合,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、全球安全倡议、全球文明倡议,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 卢卡申科表示,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,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。 14亿多中国人民幸福生活,为世界做出重要贡献。 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成功经验令各方受益,值得学习借鉴。 白俄罗斯衷心希望中国继续发展强大,这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进步事业。 白俄罗斯坚定不移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,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,坚定相互支持,深化互利合作,加强国际和多边战略协作,推动白中、全天候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,取得更大发展。 白方坚信,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全球倡议,是真正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与合作的伟大事业,将继续积极参与。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。 蔡奇、王毅参加会见 蔡奇、王毅参加会见